记得2000年女神云集的陆顶记吗?17年过去了,当年为小宝的老婆们,现在又在干嘛呢?剩她还没结婚。 记得2000年女神云集的陆顶记吗?17年过去了,当年为小宝的老婆们,现在又在干嘛呢?剩她还没结婚。 而对许多青年级生来说,印象最深刻的陆顶记电视版本,莫过于就是2000年由张卫健领衔主演的小宝与康熙了。 当时为小宝的经典台词《梁峰有信》,秋月无边,亏我死交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,虽然我不是玉树林峰。 记得2000年女神云集的陆顶记吗?17年过去了,当年为小宝的老婆们,现在又在干嘛呢?剩她还没结婚。 而对许多青年级生来说,印象最深刻的陆顶记电视版本,莫过于就是2000年由张卫健领衔主演的小宝与康熙了,当时为小宝的经典台词《梁峰有信》,秋月无边,亏我死交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,虽然我不是玉树林峰。 潇洒地躺,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加强镜的臂弯至今仍有许多人可以郎郎上口,不晓得你还记得饰演为小宝七个老婆的各式哪些演员?而17年过去,这些女演员又在干嘛呢?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1. 剑宁公主 林心如 1. 一改在《还珠歌歌》中柔弱的紫薇,林心如在此剧扮演了刁蛮的剑宁公主,让人印象深刻,而后她除了演戏外也升个位制作人,指导许多经典好戏,去年跟霍建华在巴黎岛晚婚,两人育有一女,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 2. 龙儿,对应小说角色,苏权,陈法荣 2. 陈法荣在剧中分世龙儿和太后两脚,在为小宝的七个老婆中年纪最大,武功最高,个性也较强势,是唯一可以压制剑宁公主的人,而饰演龙儿的陈法荣至今未婚,这些年来除了忙于戏剧拍摄外,也热心公益,曾担任多间慈善机构的爱心大使。 3. 阿柯,朱音 身为独币神尼九南弟子的阿柯一开始并不喜欢唯小宝,而是倾心于家世良好的郑克爽,但后来发现郑克爽卑劣的个性后,逐渐被唯小宝吸引,嫁给唯小宝,也成了唯小宝最宠爱的老婆。 4. 而饰演阿柯的朱音在2012年时,与摇滚乐团Beyond的吉他手皇冠中结婚,婚后淡出演艺圈,与老公遇有一女叉烧包。 4. 双耳,吴辰君 5. 双耳的个性柔顺,对唯小宝百依百顺,不仅唯小宝喜欢他,就连作者金庸也表示愿终生爱护,饰演双儿的吴辰君。 5. 2012年与凤凤卫视高层了淮男结婚就淡出演艺圈,两人育有一女。 5. 穆建平,张倩 小说中的穆建平是明朝穆王府的郡主,从小就受到过度的保护,使她过度单纯,不经世事,是一个可爱和天真的女孩。 6. 而饰演穆建平的张倩也是张卫健现实生活的老婆,两人爱情长跑十年后在2007年低调结婚,张倩虽曾怀孕却不幸流产,甚至因此罹患了忧郁症。 6. 方怡,麦佳琪 方怡在小说中是个反情义士,因要刺杀吴三贵受伤而被韦小宝所救,为了拯救出恋情郎而嫁嫁给韦小宝,而饰演方怡的麦佳琪2006年时与圈外人结婚,夫妻俩遇有二子一女。 7. 小金鱼,对应小说角色,增柔,舒淇 8. 小金鱼是韦小宝的初恋情人,两人请投一盒,但小金鱼却等不到情郎回来就过世,留给韦小宝无尽伤痛。 8. 而这几年的书起初在电影圈发光发热外,去年也嫁给爱情长跑多年的冯德伦,两人朴实的婚礼得到许多人的赞赏。 8. 虞主